大家好 今天Andy Sir叫了Heidi Missy 上來 我們講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不買機了 AVA攝影教室有一個王牌班 就是我們的Heidi 帶我們去 由香港的逍遙遊 我們為什麼叫逍遙遊呢? 我今天帶了Heidi 上來 當然不是我說 當然是給Heidi 說 Heidi 我們這個班 為什麼叫逍遙遊呢? 要怎樣逍遙遊呢? 其實我都知道 我很少在香港拍外人 不過今年因為大家都留在香港 Pandemic 的關係 所以Heidi 已經帶了幾班 出了幾班 其實都是跟我一起去旅行的朋友 團友來 團友來 同學子說 香港真的很悶 帶我們出去玩一下 他們又想玩 又好像覺得很多地方是辛苦 還有很多地方其實交通不太方便 交通不方便 有些去不了 有些行山行丘很辛苦 是的 因為人多 那就會變到 你有車去多一個地方 你是沒有地方拍車的 是的 還有我看到有些YouTuber 就是攀山攝水 又過來 我說幾危險 有些直接是跌下山 我們都不想去做這些事情 拍照的 玩得開心也要安全 是的 叫安全 是的 我這個燒搖油 由於這樣的背景 就出了一個燒搖油 用字眼上解釋 字面上的解釋 就是玩得很開心 燒燒搖油又不用辛苦 沒錯 韌韌腳的 走都走很少的 車到 車到門口 拍完照就上車的 是的 其實有幾個地方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不過有很多朋友 由於是車的問題 不是說你打電話號碼 你上去可以打電話號碼 你接到來是打電話號碼 是不好的 是的 因為那個司機 不知道去哪裡接你 有些我們拍照的位置 是很尷尬的 不是說你去到那個地方 不是所有司機都認識的 有些位置 真的拍照人的位置 是跟你自己去跨山的位置 有些少許分別的 沒錯 還有我們 因為Heidi的燒搖油 我們已經跟巴士公司 好朋友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 好東西在裡面的 譬如我們在巴士上面 可能有飲品 有雪櫃 諸如此類 還有我們也方便大家 巴士 都會是 多數是 近的地方 譬如是中間位 我們會是 太子 中心位 起點 然後中間 就是近我們拍照的位置 我們就是去一個地方 給大家方便上路 這樣大家便會減輕大家的負擔 負擔 負擔和山場水源 那我們說回第一個位置 好 其中一個位置 介紹一些位置給朋友聽一下 就說不小的 不過我們覺得大家 我開了四班 是啊 已經ABCD ABCD 一盞眼 準備開這個EF 有些朋友 不止讀AB班 他們繼續讀下去 因為他們的想法 就是說 在香港 都是不同時候 其實每一次去 你拍照都是不同的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 有不辛苦 四時的時間都不同 是啊 最主要是不辛苦 就會有些衝動 有些動力 給你去拍照 沒錯 特別是 有些朋友 差不多每天都出來拍照 如果這麼辛苦 就是很麻煩 是啊 沒錯 第一個地方我講 馬草籠 馬草籠 是一個 很多事情 都知道 但是是一個難去的地方 如果自己要去的 難啊 其實走得很少的 下車你走過去 下車就不用走 下車就不用走 有車進去 是啊 不過你那裡 因為是近中國 手機有沒有什麼訊號 是 你如果真的叫車都比較麻煩 是啊 你的手機沒有訊號 你想叫車進去 接你是有難的 還有有些位置 你當駕駛私家車那時候 所以 於是乎 你到走的時候 你可能要走過幾小時 走出去 才可以到一些小巴 我們不做這件事 閃人 不辛苦 所以有些 有些影友就是這樣做 但是我們的 貴賓影友VIP 這些叫做燒月遊 拍完回去 他們多數都還不可以 一起吃一頓飯 一起吃一頓酒 不過現在的疫情之下 我們吃飯那一部分 暫時還沒能夠安排到 沒錯 將來我們都想這樣 將來我們都安排美食團 是 這個其實是 師傅說的 不是 我們很多團友都想 啊 師傅 不如我們完了之後 訂了地方吃飯 不過現在有犯罪令 所以就不做了 日後才算 暫時就不做了 馬錯龍這個地方 就很容易去 這樣又很漂亮 大家看看照片 看看 是的 是的 那 不同 我這次去了四次 四次的照片 都漂亮的 都不同的 其實這個是 看你有沒有幸運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個 pandemic的關係 很多工廠 在深圳那邊 全部都停了工 所以天氣特別漂亮 是啊 我都猜不到 今年天氣特別漂亮 九月十月 都還是這麼漂亮 是的 都還是這麼漂亮 以前多數是七八月才漂亮 是啊 是啊 九月十月有個好處 沒有那麼熱 是啊 沒有那麼多蚊 因為七八月 熱到抽筋 還有沒有那麼多蚊 是的 不過就 還有呢 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日落早了 六點鐘左右 拍完之後 還可以回去吃飯 沒錯 好像說 我出來拍了照 然後回家 都可以 當沒事發生 繼續吃飯 是的 馬錯龍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你看它的鹹蛋網多遠 有時候 如果七月六七月 沒有那麼遠 比較散 會的 還有 對面 深圳那些燈 深圳那些燈 是的 就是加密 你如果真是遇到 初一十五 這個是不是月光 月光 月光 初一十五 剛好 遇到症 後面又有月光 是的 是的 還有在這裡提一提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星期六 是十五 是的 還有很多年 出現一次的南雨光 大家 沒有不記得這件事 是的 馬錯龍這邊說完了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也有興趣去 第二個地方 也是很熱門的 馬錯龍的很漂亮 就是叫做 白梨和盧法山 嗯 其實兩個都黏著 大家其實 很多時候就覺得 我去白梨 其實白梨其實是經過盧法山的 是的 當然 你拍一隻螺 你一次就不要那麼貪心 你是不可能去到兩個地方的 是的 雖然隔了半個小時車層 那麼 黑白梨那裏呢 其實要兩個位都可以拍照的 是的 炒米一齊說了 那麼 一個呢 就是 中間位 就拍到新宗灣大橋 是的 就上個高位拍的 這裡是一個秘位來的 那 基本上呢 如果你不要那麼大 你是 很難找到這個地方了 因為有了這條大橋 之後這裡漂亮很多了 有了前景 是的 之前就沒有人上去的 因為客人 因為沒有東西的 是的 現在的車落呢 不用走 一落去就買腳架了 是 沒錯 這些就是我們逍遙遊的好處了 不然你只走上走下 那天下跪了 還有車是在那裏停不了的 它落了我們之後 它要走的 跟著完了之後 我們就用個時間 叫我們回頭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 多漂亮 這些是漂亮的東西 是 Andy Sir都沒拍過 以前去白泥沒有這個 沒有沒有 你前面呢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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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一邊呢 還可以拍了 那個 夜晚都漂亮 夜晚漂亮啊 你 你拿一支 中璃 拍了 那條橋 然後就拿一支場景 可以拍對面 深圳 這個位置是漂亮的 漂亮的 另外這邊呢 就是 這些就多人拍了 在下面 下巴黎的水灘 可以拍這個 天空之鏡 是啊 那你看回 場景呢 又可以翻過來 挺漂亮的 這個 不用啊 我們有這麼多 同學仔 自己弄的 大家都沒有空 都是想拍人 對 你不要想著他們過去和你站 這些是慢慢等 其實有的 有人的 看你有沒有彩 是啊 主要是其實很無彩 是人呢 一定有的 是很多人被你選的 你是很無彩呢 他們沒有黏在一塊 沒錯 那拍風景 其實大家都是 一個等一節 我們已經 拍風景學會到的 沒錯 沒錯 那天空呢 就真的很漂亮 左邊 右邊呢 不同位置 是不同的 沒錯 沒錯 接著白麗其實有些很特別的 一個就是一些蠔河 是的 蠔河 蠔河 蠔河呢 有些線條 加上天呢 大家漂亮呢 加上對面的東西 各個構圖圍出來 是不同的 沒錯 對面用場景 移過來 拍到那個 那些放棄碼頭 那些位置 應該是深圳那邊 深圳的 深圳的 沒錯 沒錯 是的 那這個 下巴黎就 又是 很熱門 很熱門 不過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找到 同一個位置 有車去 有車回去就很舒服 他們要去不同的位置 沒錯 還有可以去兩個位置 嗯 是啊 下巴黎要兩個位置 是的 那麼 另外一個 熱門的地方 大家很熱門 又是很難去的 嗯 就是大帽山 大帽山 大帽山為什麼呢 那些車呢 你上到去 是塞死了 塞死了 還有叫做白果山 很容易白果 這個就沒辦法了 這件事 就是看好沒有才 白果山真的要看好沒有才 是啊 那去到呢 其實我們要是下車上去 巴士就走了 然後過了兩個小時 就來接我們 那我們就不會塞在那裡 嗯 那上到去呢 其實我覺得不像香港 是 不錯 不像香港 他們說像瑞士 是啊 沒錯 地方高 是啊 這邊就看石崗的 這個位置 那個地方高 其實是 天氣好 那時候是很美的 去這些地方呢 其實跟我們呢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會看那個雲 霧 天氣 所以就不是說分了 我們會看很多apps 看很多什麼 檢查了那個時間 啊 機會大我們才去的 所以呢 有很多人呢 上去這個大木山呢 他自己有空的時候 那時候上去 那其實呢 需要的機會很大的 其實你要看雲層 沒錯啦 要看很多apps 要看很多 就是如果大家聽慣了 信師傅講的 都是知道 我們是會查很多這些 然後呢 就帶大家去的 所以我們去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是啊 其實大木山一邊呢 就是我們講的 日落個位 一邊呢 就是看石崗的 另外一邊呢 就是看 應該是洋船洲來的 嗯 這邊呢 就是兩邊都有不同 是啊 那這條橋呢 應該是盧法山那條橋 是啊 沒錯 都是剛才說的 新宗灣大橋 對面是大陸 其實是你要看 雲層和霧 好沒有彩 去到影風景的人 大家都 有什麼就拍什麼 其實不同 不同天氣 拍到的東西 其實是不同的 是啊 這個影迷人像 這個影迷人像 對 真的像瑞士 是啊 幸好有些畫 有些耶穌光 這個是2016年 是啊 這些 不是經常有 不是經常有 這張是可遇不可求的 沒錯 那這些就是 你去得多 詩詩山那邊多漂亮 是啊 你去得多一定是有機會的 你不去就一定有機會 所以為什麼有些同學會裝幾班 會呀會呀 它完了之後 一個星期 就是我要去第二班 每次去拍到的東西又不同了 沒錯 這個講的是 大帽山 就是白國山 自己去就真是 我建議你們 是 要找個不拍照的朋友 車你上去 沒錯 然後就可以 給你拍照 完了之後接你 所以跟我們巴士 我們巴士都不是一架 我要兩架 是啊 要兩架 一架去一架回的 因為它是在那裡等不到人 等不到的要走 是啊 所以兩架巴士去的程度不同 所以我們是很周到的 這樣會大家拍得開心些 沒錯 還有日落呢 你如果是塞車過了半個小時 摸了就摸了 是啊 通常出不同 我們是三電機坐在那裡等 等到四五點鐘 是啊 那這個就是大家常常都叫過 很喜歡的那個 白國山 白國山 一號 白國山一號 那白國山二號 這個是 就是大家 捱過大漠山少少 就是飛鵝三 嗯 飛鵝三 飛鵝三又容易很多 飛鵝三 就現在多了人去 是啊 所以多了大家都現在 因為飛鵝山的路邊位很多 是啊 當然是泊車位 是 始終都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很多人 很多人去看風景 看來來來來 駕駛一些設客車 沒錯 變得你爬位就會比較麻煩 是啊 那拍照位就很多 拍照位太多 拍照位太多 拍照位很多 就是路邊全部都可以 是啊 這樣又是看你有沒有彩 這個就是我上幾次拍的 嗯 非常漂亮 剛剛好高清 然後又有力量 是啊 還有燈都好像穿得多 但是那個魔術還有在那裡 不是最漂亮的魔術 不過都收過了 都算漂亮 因為通常最漂亮的 因為最漂亮的魔術 那時候是燈都還沒亮得那麼長 是啊 我昨天有一個鹹蛋 在右邊的橋那裡 不過因為幫學生關機 我就沒有機會拍到 是很漂亮的 每次去都不同的 還有這段時間呢 還有最漂亮的魔術 嗯 是啊 是很漂亮的 嗯 是啊 沒錯 那這些就是長鏡 普通長焦的夜景 夜景 一定可以的了 是啊 只要有一個藍天 即是藍吊已經可以了 那這些就是未落那時候 燈還沒有很多 那時候 還沒有很多 都漂亮 那其實呢 不說不知道 它右手邊呢 其實是獅子山 是啊 沒錯 不過不是很過了 大家 那個背後 那個背後 就看不到很清楚的 因為飛鶴山的位置獅子就不漂亮 是啊 不過飛鶴山你看下面整個狗籠 是 是 就真的很漂亮 那我這張呢 剛剛好重要的那些毛 還有一些雲 那樣呢 是很漂亮的 是啊 那又是啦 每次去不同 是啊 是啊 不是一個地方不是去一次 就跟我們就可以 他他條條 我們好像琴日 我昨天剛剛帶完飛鶴山 去到路邊的 拍完照片 都是六點九 還未到七點鐘 那回到家吃飯 都是七點半 搞定了 那這個就是 比較 沒那麼白的那個飛鶴山 對 飛鶴山容易 夜景一定可以 都其實 magic 就很難說 啊 昨天magic很厲害 但是飛鶴山的夜景 他有時候都會有些少少的霧 所以每次去其實真的 但是有少少霧 其實有時霧與清之間 都很漂亮的 那些雲很漂亮的 擺出來很漂亮的 那這幾個位呢 那我就是有哪個位呢 其實有很多位 不要一次過講完的 對 那我們有些庇位 不要在那裏 先啦 這幾個大家都 自己有可能都去過啦 都很容易去 不過 跟我們去呢 你是 會舒服很多 舒服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 燒魚油 做了這麼多期的概念 是的 遲些如果真的開了 吃飯限制呢 那些同學就建議 完了之後 好像我們去 盧法山啦 百黎啦 其實我們訂了餵 可以吃海鮮啦 可以吃很多好東西 又是第一個選擇 大家一起拍完 還更加 happy 是的 所以燒魚油呢 就 原本我打算搞一兩班 現在看的樣子都 停不到了 停不下來 沒錯 所以就 我會繼續 12月就繼續搞燒魚油 沒錯 那些同學 如果有 有時間啦 又不想那麼辛苦 就可以試試 加入我們燒魚油 試一次 包你一次 就不斷尾 那一路做下去 那些地方 不停有不同的地方 沒錯 不過就 燒魚油那些地方 基本上比較 就會輕鬆些 輕鬆些 還有舒服 又可以拍到漂亮的照片 其實香港那個風景 那個資源 真是很漂亮 很多地方的 真是世界第一 你不怕辛苦 是要很多 挑戰性的地方 沒錯 他們現在拍大東山的芒草 一陣子都漂亮的 如果你多走的話 燒魚油 我們不會是你的地方的 太辛苦 即是沒有辦法 一定要走到 趴街那些 基本上我們是要有車去到 走一點點 是的 還有很多危險的地方 我們是不會去的 我們去的又漂亮 又可以怎樣做到舒服呢 我們才是我們燒魚油的目的 是的 目的的 所以記住燒魚油 記住這三個字 你就會拍到很輕鬆 輕鬆鬆鬆去拍照 對 拍到漂亮的照片 日後還吃了漂亮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 希望快點可以吃到漂亮的東西 沒錯 那就 等你一起去玩 好了 那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是否還有一些 有些人 有些人 風級 會有的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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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